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方法重写的注意事项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把这些注意事项给你考虑出来 咱就放在这里面了 首先第一个注意事项 说部类中私有方法不能被重写 那这什么意思呢 部类中私有方法不能被重写 来 你看现在呢 他这里面有一个方法是私有的 你说这个私有的方法 子类能不能访问到啊 是不是访问不到啊 你看我把子类方法注视掉啊 来编译 是不是出课了呀 他说找不到符号 因为他是不是一个私有的呀 他私有的话 你想去调用他 是不是调用不到 是不是找不到符号啊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要知道啊 当负类中这个方法被私有了 子类是无法去访问的 那就谈不上重写了 然后再来看 说子类重写 负类方法时 访问权限不能更低 最好是一致 最好是一致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把它改成是Public 让它此类里面 好 此类里面 我们来看 我们来一个 我们知道Public权限是最高的吧 然后它前面没有加权限 那就证明 它前面的权限比 负类的要低 对不对 好来编译 大家来看 出现什么错误了 说错误 D1中泡牛 无法覆盖双江中的泡牛 然后呢 正在尝试分配 正在尝试分配更低的访问权限 以前为Public 那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 为什么子类的权限 必须要大于等于负类权限 那我再问你 为什么要出现子类 出现子类的目的是 为了比负类更加强大 才去定义子类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比负类更加强大的话 我就直接用负类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听懂这句话 所以为了让子类比负类更加强大 那你这个方法 只能越来越大 权限越来越大 而不能越来越小 反过来说 如果允许这种情况 那你负类是Public 我子类是不可以定义成私有的 那你越定义权限越小 越定义权限越小 最后 说把我这个方法 现在给做没了 我访问他越来越不方便了 那我干嘛还要用你子类啊 我直接用负类不就完了吗 所以在这里面记住 定义子类的目的 是为了比负类更加强大 好了 那我把它这个Public图上 建议呢 最好是一致的 如果负类没有加权限 然后子类呢 咱也不加权限 这是没有问题的 建议说没有问题啊 好 最好呢都加上啊 保存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说负类静态方法 子类也必须通过静态方法 进行重写 其实呢 这个算不上方法重写 但是现象却是如此 至于为什么算不上重写 那在多态中我们会去学习 暂时你记住 静态只能覆盖静态就可以了 好 举个例子啊 在这里呢 咱们加一个方法 叫Public 这一个STATIC 在这个Word Print 好 这叫做 呃 复Print 复Print 然后再来一个 复制 然后这个叫做 子Print 一个复Print 一个子Print 那么它们俩呢 都是静态的 来看这样行不行啊 我们来调用一个Print方法 D点Print D点Print 来编译 没问题吧 来运行 进行了吧 好 输出的是 D点Print 那么接下来来看啊 复类是静态的 子类不是静态的 来编译 是不是出错了 来来看 说错误 D1中的Print 无法覆盖 双江中的Print 因为被覆盖的为 STATIC 就是静态 你换种角度来考虑啊 现在我创建这个D 它可以访问 几个Print方法 如果这种情况 允许存在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 允许存在 那这个D可以访问 几个Print方法 是不是两个 一个是静态的 一个是非静态的 那你说这个虚拟机 能分辨出来吗 同时有两个方法 一个静态 一个非静态 到底掉哪个呀 那如果它也是静态 那这就没关系了 我只掉这个 子类就可以了 我子类有吗 对不对 我掉子类就行了 明白这话意思吧 所以现在你暂时先记着 静态 只能覆盖静态就可以了 多态的时候呢 我们会讲 那么这种 其实不算冲写啊 非静态的 才算真正的冲写 静态只能覆盖静态 静态只能覆盖静态 其实不算 冲写 多态 时候详细 详细 讲解 好了 那么这就是 静态只能覆盖静态啊 子类重写 覆盖方法的时候 最好声明是一模一样的 最好都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是怎么写的 下面就是怎么写的啊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咱们在这边